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先看看今天的小資訊 去年612金鐘出現示威 去抗議或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逃犯條例的修訂 期間示威者衝擊傷害警方 警方將事件定性為暴動 一名救生員當日涉及暴動衝擊而被檢控 被告早前承認一項暴動罪 是手中反修例示威者認罪的暴動案 被告今日在區域法院被判囚四年 下一則世界衛生組織專家在星期三時警告 新型冠狀病毒有可能永遠存在 成為風土病 而大流行疫情也未知何時可以受控 相信主要是較落後的地區 下一則就是內會停擺再有新進展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今天表示 參考英國御用大律師的法律意見之後 決定引用議事規則92條 指定保險界立法會議員陳建波先生下星期一開始主持內會選舉主席 梁君彥朝早見記者時表示一直關注內會的停擺問題 今早就邀請各黨派的人士去討論內會選主席的問題 但泛民議員並無出席 梁君彥也強調這次情況特殊 但表明他作為主席有權責要去確保議會去履行他們的職責 根據議事規則第92條 對於本議會規則內未有作出規定的事宜 立法會所遵循的方式及程序由立法會主席決定 如果立法會主席認為適合 可以參照其他立法機構的慣例和程序去處理 資訊大家看完 相信大家跟我一樣都是有少少意外 為何暴動罪之前不是說有十年 為何現在判只有四年 第一件事就是被告自己承認這個罪 所以有減刑是一定的 如果他自己承認的話 第二就是 我也不知道的部分 可能他裏面的衝擊行為 暴動行為 不是最嚴重的級別 可能是一個 他原本只是想著判六年 七年 五年 我們不知道 然後計算這個 認 暴動罪 所以呢 再減刑 最後判得四年 可能是這樣 一個橫好的事情 慶幸好的事情 就是 終於看到這些 犯罪的人 罪有應得 但是呢 不算是一個明確的 案例告訴大家 他最嚴重的 十年的事件 未出現 之後下一件事 想說的就是 內會停擺 搖搖樣樣樣 由早前 引用這個 法律意見 去叫這個 內會 當時的主席 李慧琦 去執行主席的任務 先 也搞出一系列的風波 簡單說就是 內會式暴動 因為入內會的全部都是那些 立法會議員 只不過現在是泛民在 負責搞破壞 所以呢 繼續在這裡 癱磨 內會 現在 正確地去所謂 梁君彥主席 去引用議事規則92條 都是向好的一方面發展 就是叫正確解決 選主席的問題 正常的內會 但是我仍然都是那一句 雖然這個是香港第一次出現的事情 但是 足足拖了半年 才開始 處理這種問題 會不會 太長呢 如果每一屆都出現這些問題 是不是半年又半年 半年何其多呢 我是抱這個疑問 當然 梁君彥主席現在始終都是做了一些事情 叫做 將這些規則完善了 就是 面對這些未發生過的問題 梁君彥主席現在確實是 叫做 這樣做法 引用這些所謂 議事規則92條 可以參考其他的 立法機關 或者慣性 及處理程序 去處理 那麼 令到以後 如果 再有 其他 下一屆 內會爆發同一樣的問題 那就不需要拖半年了 我假設是這樣 希望 這一種 漏洞 是 真是叫做 規矩上 完整化了 但是如果 一次的這樣的問題 要拖半年的香港 那麼重要的 那些 我真的自己想 你給他們拖你三個月 你都瘋了 是整個香港的議案 就這樣 拖住了 這個事情是很不正常的 我覺得 所以 這個半年的事件 都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 梁君彥去到現在 確實是 處理 調整 那種規則 以後希望 同一類型的案件 不要再出現了 這個是我自己的看法 好了 接下來 跟大家講講 下午看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開記者招待會 去 交代怎樣處理 有關於 學生考卷 有一條極度有爭議的問題 那條問題大概講到 1900年 至1945年之間 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 是多於幣 說他同不同意 等等 這個局長就已經說了 這條問題是會剷除的 是會剷除的 原因是為什麼呢 記者問了很多不同 但其實都是類近的問題 我總結出 自己覺得 局長所說的重點 讓大家知道一下 首先所說這條問題 會剷除的 為什麼呢 就是他設計這條問題 本身就是有問題的 第一 他這個所問你 1900年至1945年之間 是否利多於幣 這樣的事情 但是他所提供的資料的例子 有兩個 而兩個 明顯都是說 日本有益的地方 所以 根本不存在討論的 他前面 給的資料 會不會引導了你 令到日本給你 對中國的感覺 利多於幣 這條 給的資料 本身就有問題 第二 這條問題 所涵蓋的時間 是由 1900年至1945年 之間 45年的時間 但是他所提供的例子 只有兩個 而這兩個 特定的時間 相對 短 那裏就是 1912年 和1905年 但是重點的 時間裏 日本在這段時間裏 卻有爆發 侵華戰爭 這些事情 是沒有提及過的 時間點不適合 他問題的時間跨度 非常廣闊 但是他提供的例子 卻非常之少 非時間段 所涉及的時間段 第三點 就是 他不能夠 有效地 對這些 教材 即是讀書 那些教材 所期望的目的 希望學生學到什麼 這一個 期望學生學到什麼的過程裏面 是包括 這個很重要的 日本 發動侵華戰爭的 這一個 事情 亦都是在歷史裏面 是仔細無遺地 不要說仔細無遺 是這個 局長這樣說 就說很詳細地去 教學生 而希望 學生能夠有這個 認識自己的國家 民族感情 認同自己的中國人 要知道這些的歷史教訓 不要再 因為同樣的事情 而得出這些 悲慘的事件 等等 這些的宗旨 這些跟問題上 根本完全沒有涉及到的 還有一點 就是 在這段時間裏面 包括日本侵華 這個歷史事件 而這個歷史事件 是不存在討論空間的 這個是一個 世界公認的 某個國家 對中國 是存在傷害的事件 所以不存在討論空間 就是我所看到的 這個記者招待會 那個 政府 局長 因為他連同一些 專業人士 準確他是什麼名字 我不太記得了 說的一些重點 給不同的觀眾 可以知道一下 整體上了解 意思就是 現在看到這些問題 他是在制度上 去處理的 他也是這樣說 希望去問這個 出題的機構 為什麼他是這樣出題 他的目的是什麼呢 然後 了解完之後 他會不會 對 這些出題的制度 是 有問題 但是未做的 打算他這樣 去調查 調查這些出題的制度有沒有問題 如果有問題 怎麼再改進 那些之後的事 還有一件事就包括 這些出題 的機構 的人 因為他是另外 自己招聘一些人 回來 去出題的 那些 那些出題的人 會不會 啊 被 怎樣 追責啊 或者不再聘用他 那個再交給出題的機構 再去處理 這樣 這個就是我所看到 這個記者招待會 看到的重點 是的 最後 我想 用同樣的方式 去問 反對派 如果說 這一條問題 是正常的話 那我可不可以 去代全人類 去問一條問題 到底 二次世界大戰 裡面 德國 為全世界 帶來的利 是多於弊 對不對 包括二次世界大戰 有很多人失去生命 有很多人 家園破壞 有很多國家設施 都被毀滅 那他得到什麼 全人類因為打仗 那些科技 不斷進步 這件事 算不算利多於弊 需不需要討論呢 有沒有討論的空間 是不是 這些是荒謬的 沒有討論空間 好啦 最後再想和大家 看多一個 就是 前特首梁振英先生 就在facebook上說 就說 全文就說 教協 近日的會員人數 不斷下跌 此與為誤 在這裏 梁振英先生 再提醒大家 請大家 舉報教師 散播仇恨 欺凌 警察子女 等等的行為 即使是教協的會員 為了下一代 亦都要 無畏無懼 請致電 59 803 803 聯絡 803基金 好了這條影片 就來到這裏 如果觀眾有什麼其他的看法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記得留言 讚好和分享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